为什么你今天去联了 因为今晚是圣诞聚会啊 这是我来加拿大的第六个圣诞节party了 对于海边长大的我来说 来到一个寒冷的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 好在我有这些张开双臂 给我大大拥抱的家人还有朋友们 Teddy是表面无印的大白熊 100磅的大宝宝是我们家小狼AC的六倍 Teddy很呼加 小狼似乎有些怕怕呢 圣诞节的重头戏就是和家人聚会啦 仲老师的爸爸16岁来加拿大读书 现在家里已经是第三代了 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满地的小朋友和狗狗 加拿大的圣诞节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基督教的人才会过 后来移民多了文化互荣 圣诞节也从以前的宗教异议节日 变成了家庭的聚会 圣诞party的第二个重头戏就是火鸡大餐 吃吃吃 美美比较流行potluck 就是带一个银的拿手菜来到亲朋家里聚会 What is this? Cranberry sauce It's bacon with Brussels sprouts 看这个狗神美美 是嫂子亲手做的咯 他们家的两个狗狗 可是影子上的网红呢 BFC 法语的KFC 好像全世界只有魁北克这么叫肯德基哦 BFC 今天是在表妹夫弹家里做客 对她来说圣诞party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Football Football is 橄榄球 Soccer is 球球 但是超级的橄榄球粉丝 还有看球专用房间 收集了各种球队的帽子 而我真正喜欢圣诞节的原因 就是可以跟家人朋友们在一起 让我在异乡寒冷的夜晚感到格外的温暖 你怎么 padre I rahe I rahe 阿弥陀佛